今天新節目 拍一下賴息 賴息小姐今天做一個新節目 今天就錄播 應該下個星期三才出的 今天星期三 就是下個星期出 因為很多節目要排在巴打台做的 那一會兒介紹一下你自己 Hello 你好 我是賴息 知道他是誰就看誰了 但是不知道的 那你就重新認識這個人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之前有個節目叫《伊家男女》的 那都有些收視 但是請嘉賓很難的 因為沒有那麼多破碎家庭 那我旁邊有Albert Albert在旁邊 那我們第一集就三個人做 那就想講好像《伊家男女》 就講一些兩性關係 賤女人 賤男人的故事 那我們都會有些嘉賓陸續地來 因為其實做這些節目最難說就是說 大家只說沒有共鳴 那有個人很慘的那個 走上來說就是有共鳴 但是我們有個新名 我們要先講一個新名 我們的節目名 我們的節目名叫做《老蛇毒女》 因為我們其實是溝不對女的可憐蟲 但是變成了一條蛇 失敗的蟲 是的 蟲蟲就是毒女 其實他們沒什麼就… 都是在這個家裡的 陪著一隻狗 又不是狗公 寵物狗 寵物狗是男還是女 什麼啊 男仔 幸好是男生 都是狗公 幸好是狗公 其實就是現在男女的變奏版 我們看看會不會 看看賴息能否找到她的年輕女 為什麼呢 因為我年紀大一點 Albert就中間一點 賴息就更加年輕 我會努力嘗試 我們逢星期三播 我們看看有沒有其他節目做 我們都想招攬很多網友來 就算你不認識阿奶昔也好 你都可以自展上來 我說我是毒女或者我是毒男 你照樣來摘男 那些我們全部歡迎的 你上來試試 我們今集因為第一集 通常這些節目我們做兩節 不要做三節很長 我們做兩節 第一節我們就講一個題目 男人有錢或者有了名譽 是不是會變呢 其實我們臨時量度 因為最近有個叫春卷的美女 我剛剛上個禮拜見過她 我真是真人跟她做過訪問 真是美的 化得太濃妝那次 輪廓是OK 但是我很尷尬 我那次見到她 一見到她我又不認識她 因為我沒有接觸她 我跟她做訪問的時候 我第一句問她是英文還是中文 因為她整個樣子是很菲律賓姑娘的特色 不要說菲律賓她可能像大溪地 或者夏威夷那些美女 真是很黑的 不像賴息你那樣 肯定是雲依娜 就不是朱古力 那為什麼今天定這個題目呢 其實是難事的 因為其實一天還沒開麥克風 都不知道自己想說什麼 不過就說了 為什麼呢 因為她今天在那裡數李詩哲 就說李詩哲以前認識她的時候 她默默付出了她背後的女人 但是當她沒有人認識到有人認識到她紅了 而自己又做了節目做監製 她就變了就不再看到她了 所以分手的 我就給小小我的看法 其實我就知道李詩哲就算她還沒紅之前 其實也很有錢 其實她是有錢仔 那你說她是不是真的紅了之後 特別多美女近身呢 可能是的 但是如果你說李詩哲要變或者什麼 她之前已經是很有錢的 但可能沒有這樣的人氣 但其實如果她真的想出去滾 或者她真的想要去找一些美女的話 其實是不難的 有這樣的口才 有這樣的潛質 有這樣的口才 其實你說是不是真的她紅了才變 我覺得一個男人 你只要最基礎是有這樣的家底的話 其實你已經是可以的 因為她姐姐 我喜歡聽她家裡做節目的 她姐姐叫李詩惠 以前在商台做節目的 現在都有 最近又出來做 然後就拍幾圖做一些電影節目 因為有幾圖 所以就特別了 幾圖 真的不是得罪說她 這個人 我聽過她的節目是我睡著覺的 真的聽到睡著覺 因為永遠都是只說好的 然後就游離判斷 然後就說故事大綱 然後就說完影評 不是的 她那個語氣和節奏 我覺得是好像很難頂的 我覺得是很靜 還有沒有什麼高潮位她會說得到的 所以我才會覺得這麼難頂 就是我開場白說這麼多 我先說一些真實個案 證明了男人是不是有錢就會變 男人有錢就會變 永恆都有女人上吊 那我講一個 你都可以問 女人真的太天真 天真 但是很多女人 其實知道老公是這樣 因為老公是家庭的支柱 就很多不出聲 譬如我講一個泥頭車司機 他的名字是動物名 不要開名 沒有開名 司機A 司機A 真實個案 他這個人今年63歲 駕車很勤奮 永遠都是我認識他吃炒麵 吃炒麵早上就買5元炒麵 現在8元 買就買多一包 即是16元 早餐當然下午 不要說變了 以前就 冬天就可以 夏天很難撐 那包麵真是 他以前沒有賺那麼多錢 不要說有錢 其實這個跟李思哲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我走了 想了另一個人 不要緊 先講這個 下集再講什麼 為什麼我這樣講 這位大哥 我覺得他是賤人之中的賤人 賤男人之中的賤男人 為什麼呢 我以前跟他做的 嗯 就做泥頭車 他是車廂的 那做廂就 因為他老闆就叫做隊長 就叫他帶著我自己的車隊去做事 那幫我看場 那又額外出多份量給他 每個月給他三四千元 每個月他都賺兩萬多元 那現在63歲 當年應該是計條數是58 那他就賺到一些錢的 那他就住居屋 那他就賣了居屋賺錢 那為什麼會賣居屋呢 就是他的女兒 只有一個女兒 主張他一定要賣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女兒知道這個他老爸呢 不能夠有任何物業有任何 握手 握手 那現在他們就用另外一個方法 那他的女兒就申請了一間年中屋 給了他們住 那他就在藍田住 那些錢就在女兒那裡 那當年就賺了八二萬 那當年樓價不是現在那麼好 那女兒就收了這八二萬 就是家裡有什麼事呢 就撕出來 撕出來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這個是仆街 就是仆街老爸 是仆街老頭 那為什麼是仆街呢 他每個月就給五千元 他老婆 有剩的那些錢就不會交回去的 那他自己就賺到兩萬多元 那身癢有錢 他就跟那些人去回大陸玩 那跟那些人回大陸呢 他就不是去找小姐 就是認識女朋友 那他就認識了一個 我現在四十歲有個年輕人 就叫做新興人 就是屈男 近屈男 可能你不知道在哪 就是認識了一個女人 他本身有兒子的 有個兒子 有個兒子 那就離婚 因為那個女人 就是她說 因為我都認識的 那那個女人就叫阿姨 他就開了名字 在大陸 不會聽到我的節目 那就是廣東人 那姨姐呢 就有個兒子 就養 就在家裡 那他走來深圳跑光湖 那就專門看下 哪個香港男人 就是有potential 就是可以養到她的 有錢的 那他有份政績的 一定要有份政績的 因為沒有政績是追不到你的 因為你覺得她是娘家婦女 那就是廣東人 那樣子就一般的 但是去哪裏呢 穿得好行 化了妝 那穿一些套裝 套裝三褲 那就 染染染染 那我認識她的時候 就 這個 A軍就 說生之貓入眼 那就追她 那就 金山銀山 金山銀山 就是長期要欠人錢 就是我的伙計 基本上都 借勻了 借勻了 那就經常找一個藉口而已 老闆未出糧 沒有糧出給我 就是那些經常 新聞聽到什麼 疑判走路 這些差不多 但是他老闆就從來沒有爭通 他爭通街 老闆有時候不可以 試過一年不可以 爭通街 都不爭他 都不爭伙伙企 因為真真正是出糧 但是他永遠都沒有 接著就 為了要供給這個美女 就四周借 可張支票給你 接著轉頭彈你 借錢的時候 求啟歌都可以 接著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永遠沒有還錢 有還錢的 不還錢沒有下錢 但是左拖右拖 有一個 還錢應該是這樣還 沒有消息 就有利息 就是如果你借了我的錢 你不還 或者還沒還得到 那就沒有消息了 那就有利息了 那茶煙飯 就全部包了別人 所以我經常都有便宜飯吃 因為他一欠人 人家說 喂 請他吃飯 你為哥哥哥仔 今天請吃飯 大肥你記得來 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姐 就不停地找另外的目標 勇殺亡 是了 永遠都咬住你不放 他經常說他是骯髒貓 又邋遢 人又臭 甚麼甚麼 又數他 但是都黏在一起 你有錢 回來就很服侍 那你給錢就給一次 下次就不理你去打麻將了 但是她都死心塌地去跟著這個女人 在這個時候見到有個叫做容姐的 就在那些酒樓在連堂的一間叫通保酒樓 就做這個服務員 即是部長 有老公的 但是長得年輕漂亮很多 那你香港來 電一下你 你給我增值多少錢張電話卡 過來就買些什麼洗頭水 買些什麼護膚品 就做到好像自己情性一樣 但是所有朋友見到就很可怕 因為每一天只要走完吃飯的話 她就只講一個故事就是 唉 我老闆沒兩出 借著幾千元頂一頂 這個是永恆的對白 我都替她老闆慘的 因為她老闆就長期 原來就是六個伙計 只是只不出薪給她 那我經常都說 你老闆我也認識 如果她不出薪給你 那你還早 打了十幾年功沒辦法 但是永遠都爆闖 一爆闖之後 那女兒就踢你走 她老闆都幾慘 躺著也中槍 但是那女兒你一給不夠她 她就踢你走 就是不給你回去 就是我是叫你 你才可以回去 一個星期兩晚 不好了 一個星期一晚你都沒有錢給 那有時候說 我和你分手很難頂 我見到你未見過你這個壞人 那個女人找到別的 那就踢你走 但是那個女人四十歲 四十多了現在 有個兒子 有個年輕 那就和惠蘭差不多磅數 她真的胖過電單車 仆街真的見到她 我說了 我經常跟這個A軍說 我是個個月要肥幾夜 你覺得不吃的 找個十八歲 極靚都 然後最賤這個仆街 因為我們所有的泥頭只有對港機 昨晚阿姨叫我回上去 多好服侍 怎樣怎樣 搞了整晚 怎樣的花式 天天在部隊講機講 講到那些人叫識機 你明白嗎 今天我經常說 是不是她功夫特別好呢 看到你 你不知道的了 怎樣怎樣 每一次都說千方百計 哄了你的錢 跟著就和你分開 而這個男人 認識他 都叫做有些朋友 包括我 我會提他 我說 真是沒有必要 始終你都要回家 那他就經常搞不好 到最後最後 就拗那個女兒 那個女兒給他幾次錢 拗到最後都爛了 翻臉 那就借朋友過橋 我放假 我老友 大熊老闆 就有個 有間屋 千幾尺 那帶著老婆 就上去看 我走上來 有個電視機 就六十吋 那就看4K的 有音樂 有什麼 有兩間房間 一個人住 一個回來陪他 實際就不是 那就借這個老闆過橋 那就經常說 就以為老婆不知道 但是老婆沒有理由不知道 一定永恆一定住 但是這個女人 總之你沒有錢 那這個女人 就據她的姊妹所說 就是三十餘狼 四十次婦 可能 奶昔你還沒到 那不關你的事 那就 有另一條兒子 就跟她說 我找到一份工作 就 現在我不在年堂做 做事 那我就去這個西鄉做事 做電子廠 那就拍了幾張照 就證明她在一間廠裏做 其實就不是 是她認識到一個帥仔 那個帥仔 就三十歲左右 就是大陸人 那就沒有錢的 那她天天就拗你的錢 接著另外租了 租了一間房子 就貼嫖仔 那那個女人更厲害 就再另外認識到一個香港佬 那香港佬就說跟她結婚 都是騙她的了 那她說你跟我結婚 那你是香港佬 你不多不少有些錢 就說你沒結過婚 你知道香港男人回大陸滾 永遠都是這樣 說自己沒結過婚 那錢 就由這兩個男人 幾個男人 那有一次我經常兜兜兜面 就在羅湖 那時候有一間道鄉酒樓 在羅湖撞到她拖著她的兒子 拖著屎白臉 拖著另外一個香港佬 那又拖著手 那那個香港佬也是管她 吃你幾個月那樣 那我真的不能看 就是你搞到自己這麼窮這麼盛 為甚麼呢 那有一次我在車房整車撞到她 那我就跟她 撞到A軍 A軍 我說A軍 你當我老友也好 不當我老友也好 我就是講提這件事 這樣這樣這樣 而那條女兒 也都在認識了A軍之後 騎牛找馬 就我有個拍檔叫黎生 上深圳吃飯 那麼就有另外一個男人就介紹了這個 這個兒姐給黎生 那麼就想辦法搭上黎生這個順風姐 那麼黎生不下搭 其實那時候已經跟A軍在拍拖 就是現在在包養著 那麼我就跟她說 他說你不要相信我啊 你問黎生 相信黎生 李誠 你 那麼現在他真的有幾條仔 那麼我說你不要相信我 我講的 見過他拖著第二條仔的 起碼超過四個人 你問那四個人 看他怎麼回答你 人家不願意告訴你 你問就回答你了 你不問就不 免得了 不知道你怎麼回答 或者你知道 沒有做壞人 跟著他在車房裡跟我說 我知道 我打算飛他 不過我打算 現在沒有錢 有錢 我打算給三皮東西 他做分手費 你怎麼這麼加診 這麼好的 還給三皮東西 他做分手費 好了 講完之後 跟著他四周圍 就跟所有的人說 我抵毀他 抵毀條女 條女不是這樣的 那條女也都因為她 年紀大 這幾個月 沒有工作 過去那幾個月少工作 給不到這麼多錢 就是不給她回去 跟著現在還有一條新規矩 你回來就行 你很骯髒 不能夠弄髒我的家屋 你上來就租房 那我陪你過一晚 我飯也不會跟你吃一餐 我說你給他 那些朋友說 給他幾個東西 兩千是兩千 三千是三千 你兩千元 一個禮拜一次 都是花八千而已 連租房也一批 今天這個好一點 明天那個好一點 後天那個好一點 陪吃飯陪星 你給脾氣的東西還要看臉 經常被他罵 骯髒貓骯髒貓那樣罵 那我為甚麼呢 是不是 我決定了 就是去年過年的時候 我剪了一張回鄉卡 我以後都不會回去的 因為那張回鄉卡夠期 就剪了 他不拿 那條女又說 你不回 他也不在意 在意 那是我說的 那個朋友說 她不回 我說她一定回 是因為那條女未打電話給她 那條女打電話給你 你給硬錢 怎會被你走 即是她真的結婚 你都過個月給脾氣的東西 最多我瞞著那個 是嗎 是 永遠都是 終於過了兩個多月 死死氣 因為不上去 那袋子便鬆動 便有錢 下次回來再說 好 好